原标题林妙可商业 近照曝光衣品下江人发胖 被调侃学校果实太好 如果要说娱乐圈里被观众看着长大的童星 除了杨子冠小彤 这样一直拍戏站稳脚跟的 还是一些童星的经历 就颇为引人唏嘘 这其中受关注最高且争议 也一直存在的就是林妙可 小学的时候就站上奥运会的舞台 向世界展示自己 小红裙子双马尾的形象 至今都让人印象深刻 这个起点和国民度 无疑是童星里面的佼佼者 只不过后面的发展 就有点追不上其他人的步伐 再加上随着年纪增长 时常被关注的一品问题 更是让他处在舆论的漩涡中 进入大学之后 舆论稍稍好了一些在室友的影响下 他的一品和妆容都有很大的提升 也是一个温婉可人的小美女 不过在今天最新曝光的近照里 林妙可又一次经历了质疑 在商演照片中林妙可穿着深色连衣裙 裙配黑色打底看上去十分保暖 在时尚感就差了一些 虽不至于像过去那般被吐槽 但一品像教育之前的路透 还是差了一些 扎着马尾便学生饭十足 这身材就实打实的 胖了 不少看上去很壮 也因此 被调侃学校伙食 太好不过穿上校服之后 看着还可以 感谢观看